在台中有多家連鎖分店的 知名壽喜燒餐廳 位在西屯區國安一路的門市 有民眾8月底去用餐 隔天卻抖到經濟送醫 吃完之後隔天開始發高燒 然後全身顫抖 女友一起去掛急症 糞便檢驗出來發現是沙門感菌 然後我們還有腎衰竭 敗血症之類的併發症 驗出沙門市感菌 因為緊急通報食物中毒 但不只對食材新鮮有疑慮 當事人許先生對店內環境 也給負評 請他們送了第四個鍋子裡面 用食指釘擦都還是有漏穴什麼的 漏膜都沒有洗乾淨 更令許先生不滿的是 他和女友都住院了 女友情況嚴重還住了8天 但店家送來的慰問蘋果 切開卻早就爛了 而且是每一顆都爛透了 既美心又沒誠意 讓他和上家伙 想說我們已經食物中毒了 然後還要我們去吃這種東西 他們說我們頂多給慰問金 但是我們沒有要賠償你們的意思 因為我們沒有錯 吃個壽洗燒怎麼吃到住院 許先生將矛頭指向生雞蛋 他跟女友8月29號晚間用餐後 兩人在隔天陸續出現 嘔吐腹瀉等症狀 9月1號雙雙住院 但衛生局9月2號接獲通報 前往查驗 食材檢驗結果都是陰性 許先生質疑 廚房裡的生雞蛋早已不是同一批 店家卻想撇清責任 他的質疑這個我給予尊重 對本來就是不是同一批的東西 每天也有一樣用餐的客人 沒有這樣的情況 衛生局表示 沙門市趕軍不排除有其他來源或因素導致 目前難以認定 但店家確實有冰箱食材 未覆蓋的環境缺失已經限期改善 但這對相關賠償 店家主張給1.2萬慰問金 許深深不滿 這對身為健身教練的他生活受到影響 雙方調解失敗 後續恐怕還得持續協商 多次新聞張九翰張一雲采訪報導